人类对两次以上相同结果的偶发事件天生的非常着迷 迫切的寻找其中的规律 这源于我们还是猴子的时候能再次捕捉到猎物 能再次用棒子打到争夺交配权的同类 技术类的东西都是这么来的 但是坏的东西就是赌博也是这么来的 有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所以赌博这个东西是人类原始欲望 和其他两样一样是有成瘾性的 利用人类弱点的偏门应运而生 十读九片各种套路 想想你被各种套路游戏课金道具 没生活费的经历 那还只是个道具 赌博的套路你躲得掉吗 不少人家破人亡 损失大半辈子的钱 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 人们希望有一个英雄 可以把所有开赌场的钱 所有杀猪盘的钱都赢回来 于是赌神诞生了 影片一开始发歌狂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赌场 拉斯维加斯逼着赌场的人出来认怂 现在营业额最大的赌场早就变成澳门了 接着发歌到了也是赌博业 非常聪明的日本 因为剑几篇啊 本化输出啊 这些也是名声在外 不过这位日本人和我们比麻将 多多少少时有点想不开 这里开始导演就在告诉我们发歌影 视频赌术 赌博的技术 两边人争夺了谁的排斑子多 比肌力 比体力 比格斗 这个片子本来是斗志里的片子 直接就被这些炫目的赌术给盖掉 肯定是发歌影的 接着比摇骰子 感觉也是在欺负你们 小姐姐看着是比摇虎人 比谁小 小姐姐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是对面是赌神呀 他有神呀 愣是把西装穿出来武侠范儿 一定是神来之彼 大力出奇迹 摇出了无垫 发歌的这个赌神太完美了 高大上上 接着这位日本人 乖乖的成为小迷弟 然后跟进赌神帮自己来一场生死局 对方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谦王 这里明确说明对方是老谦 这个时候就买下他喜欢在公海 晃荡的伏笔 日本人以死相逼 发歌为了友谊答应 接着保护发歌 安全的龙武 也是本篇的老板出场 当时王胖子觉得 这帮人拍戏有些懈怠 于是找来老板客串 果然 拍戏的进度快了很多 接着华仔 发歌的小迷弟出场 还有女朋友青春靓丽版的老王 老王马尾永远的神 华仔就是小年轻 有少好闲 梦想靠赌博发家致富的小混混 跑来大傻的赌档捞钱 然后万恶之源投降 输一半也是从这一开始的 最开始是大傻哥欺负华仔 乱改规矩坑华仔的钱 最后面发歌 华仔星爷等 怎么欺负他都行 华仔在这里还是搞笑的角色 你再啰嗦我就杀了你 放屁 接着买了个引线 华仔和养狗的有钱人发生口角 决定报复一下他设置的陷阱 这边发哥开始解决第一个傻猪盘 全员恶人盘 包括发牌的除了肥羊 发哥的朋友以外 都是出钱的人 这个局重点就是怎么样逗你出最大的筹码 会给你一点甜头 让你赢一整晚都行 刚开始让你赢点小钱 然后会给你一副好牌 让你不断的加仓 但是对方的牌会更好 一把就杀够了 也有反着来的让你输一晚上 让你不断的输钱 让你上头 遇到好牌 想一把赢回来 结果行驾当成 发哥全盘都看得很清楚了 还是比较克制的 准备叫朋友走 但是做局的欧阳哥不依不着 发哥决定给他们点教训 他首先换了发牌的 换上了小姐姐 是500万 然后和几个老亲孩开始玩心理 赌神另一个招牌就是从来不拍照 所以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自己惹了什么人 发哥手里拿的是小牌 下的是中主 几个拿好牌的人都不敢跟 发哥赢了他们的钱 然后亮出底牌 这么玩了两次 他们心态崩了 这回欧阳哥上头了 直接下中主 刚好中了发哥的圈套 把上次坑朋友的钱也吐出来不少 欧阳哥不讲武德 派人去收拾发哥 发哥打电话给了龙武 老板来救人了 感觉这些武行都好卖力 这里也至今了一下斗宝骑兵 从此赌神和龙武 这对经典的搭档诞生了 发哥走小路 不小心就中了华仔的陷阱 撞到了头 玩起了失忆梗 这个时候发哥哥哥这些人的电影 对当时棒国还处在起步阶段的 整个电影产业是启蒙性的 要是没有这部电影 韩剧这些我们就看不到那么多失忆梗了 出车祸也失忆 被砸了也失忆 大户人家小姐少爷失忆 流落小村庄 源头都是发哥这 言归正正 华仔一看害人了 赶紧下来救人 不敢送医院 又来了几次二次伤害 好在外婆是万能的 帮发哥止血了 半夜发哥不但失忆 还降制 变成了几岁小孩之上 发哥开始各种标演技 这个时候的发哥演什么像什么 一点都没有给你高丽派克的影子了 完全内化 华仔和老王的成长先来了 两个小年轻 突然要当父母 赌神爱吃巧克力的习惯 幼儿班也强化了 歪号诸葛丽 发哥身上一身名牌 还带了不少零钱 华仔一看心生一计 华仔想坑一把大傻哥 所以华仔的计谋是这样的 发哥冒充自己从美国回来的星期表哥 信息是表弟 人傻钱多 来这里各种输钱 让大傻觉得发哥很有钱 然后发哥说写支票兑钱去买马 大傻这边有九折兑钱的业务 坑他们一大笔钱 如果大傻有手机 直接电话交易 大傻的人设和赌当 是不符合他们会用电话交易的行为的 那个时候手提电话很贵的嘛 大多数人是买不起的 第一台手提电话李嘉诚的 成龙进来到处选吧 大哥大嘛 大哥这个称号就是那个时候来的 所以华仔都崩溃了 但是发哥身体技能还是在的 直接一招变排赢了 为什么这招变排后面系列不用呢 这个属于签数不是赌数的 是破坏规则的 男主要赢得堂堂正正 新爷的特异功能是就是另外一个了 言归正传有惊无险 几个人意外买的马赢了 赢了一些钱 王胖子虽然拍了不少赌片 但是是非常有底线的 主角在这种非法的赌当 要么是输钱 要么是赢了没有好结果 赢了钱也是去做慈善有目的的 不会自己花 能自己花的都是合法赢的钱 赌马就是合法 所以王导三观是非常正的 这些赌片也不是王导纯原创的 更老的片子就有什么千门八将这些 好多直接甚至是王导老爸拍的 三观也是很正的 所以是有传承的 这种正能量三观正一直都是有的 从最开始的有戏剧开始就这样 接着几个人利用发哥的技能 开启了无优劣的生活 这段成长线有点像前一年 奥斯卡讲的语人 但是比那个要丰富很多 老王怕父母担心自己拉 发哥冒充华仔呀 发哥没吃巧克力 没有发挥赌数 害得华仔输了钱 华仔把发哥扔在街上 华仔浪子回头 有责任感了 决定继续照顾发哥 并且想办法筹钱 卖地呀 给发哥做手术 这期间就发生了广达书借钱 老王耍刀就老公的名场面 这里面华仔演技很明显 是被发哥带起来的 这个时候华仔的表演方法 还是偶像派 发哥这个时候是巅峰状态 你这样对手戏 华仔就很好找感觉 感兴趣的可以看上原片 华仔动作戏也是很拼的 这边二物仔高义喝醉了 终于对九姑娘下手 失手杀的九姑娘 趁热梗就是从这部电影来的 接着二物仔投敌 赌神即将对决的迁王 本来众人是准备干掉发哥的 幸亏龙五级是赶到阴差阳错 发哥小马哥附身完成了 双枪五杀的成就 恢复了记忆 但是和华仔他们 在一起的记忆就消失了 华仔看到二物仔准备杀发哥 想办法去提醒 但是却被保镖拦住了 没办法 和发哥取得联系 这边千王联合 二物仔就准备好了杀猪牌 有自己人出卖 千王知道了发哥的习惯 拿到小牌虚张声势的时候 就会摸戒指 外加高科技 此外决战宴牌环节 发哥这边宴牌的人 肯定是他堂定二物仔本人 所以千王有机会在牌上做记号 用漂亮国特制的眼镜才能看到 高价一万美金 当时是非常昂贵 发哥输定了 决战之前 华仔又找到了发哥示警 发哥完全不当回事 把人看得着急的 结果第一局 果然和千王预料的一样 无论是牌上的记号 还是摸戒指的动作 都和他们设想的一样 第一把发哥输了 这把不少钱都没了 你好像看透了我的牌了 结果第二把生死局 发哥的钱不够 瑞士银行本票的鸣梗出现了 接着又出现了虚张声势的信号 牌上的记号也对 不过你还是走没运 接着反转来了 发哥居然是四张A 拿的是大牌 原来发哥早就知道 对方玩的是什么把戏 千王那副眼镜是两年前 漂亮国生产的 发哥戴的隐形 能看出记号的眼镜 是上个月西德的最新产品 价格11万美元 没错 这片子拍的时候 柏林墙还在呢 上面的记号是发哥加上去的 摸戒指的小动作 是发哥最近的拍剧加上去的 一开始就在布局了 如果没有你 我赢不了这个老狐狸 你出卖我 高一 你他妈砸碎 躺了地 你去死吧 好 不要再讲 我 他并没有不记得华仔 还有二物仔想杀自己的事情 而是利用二物仔完成了这个布局 并且九姑娘也留下了自己被害的证据 发哥还设计了千王出手杀了二物仔 发哥知道千王被各国通缉 在公海上飘荡的设定一开始就铺垫了 所以老板龙武把船开了回来 千王就进去吃饱饭了 本片结束 这部影片名仰太多了 这部影片对邦国的影响力太大了 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国家文化的母本之一 就像四大名著对我们的影响一样 现在拍电影的这帮邦国人小时候看的就是这些 这些作品定义了电影 就应该这样 应该是奥斯卡级别的剧本 男主沉稳帅气 演技很如发哥 配角要帅的和滑仔一样 女主要美的和老王一样 动作戏要让人提到嗓子眼 套路要够绝 你现在看邦邦的好多电影 是不是都往这个方向走的 有太多片子是接见这个了 以后有机会给大家介绍 此外发哥赌神的这个形象太高大上了 太丢配了